Google符合创文信息的图片下载 那我这边再打个蝴蝶好了 打中文也行啦 如果打中文有时候有个缺点 找起来的东西比较少一点 那这边有Google图片耶 Google的Image Google帮你找的 我帮我找Google符合图片在这里 这些呢 有看到吗 自动切换在哪里 标示为允许可利用可以修改的 有看见吗 这图片 当然如果在这边下载的时候 你看这图从哪里来的 PIXABAY 就是那个网站喔 这个是维基百科的 这个也是PIXABAY 这另外一个网站 这就选择可以用的耶 这是Yahoo的 Yahoo的网站他们也做了 这个网站也很多 那一样的道理 点起来的时候不可以点小 要再点哪里 通常在点 查看原始图片 它的尺寸多大 1024768 再连过来吧 这边就又看不见了 这边我又看不见图形了 那下载这个有点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老师如果我直接从这里找可不可以 来 我来找一下吧 我输入了台湾跟台湾相关的图片 这也是创用CC咯 我们先回到首页来啊 从这里进来 从图片 我开始找咯 现在找嘛 日月坛 跟日月坛相关的图片 请你帮我找 找完以后呢 这些有些是有版权喔 那怎么办呢 在工具吧 工具这里 这里有看到这颗吗 预设是所有图都出来 这边可以改成这个 你把它选了这个就叫创用CC了 这个 这个 你看见吗 所以Google这边直接可以切换 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里的所有图都可以免费使用 你也不一定要从那个 我们刚刚的CC社群那边来 我刚刚点哪一颗 这一颗叫什么 工具 对啦 那这边有分喔 预设是什么 什么图都帮你找 能不能用你自己决定 如果找我可以拿来做 任何用途 就选这个 如果在学校呢 就选这个 非常用途 那 这个图一定最少啦 OK吗 这图一定最少 允许使用可以再修改 那允许 再利用也行 这些也是在利用 那这维基百科的图3000多嘛 这边告诉你尺寸喔 尺寸越大 画质越好 不是这一张喔 点起来 通常我们再点 再点进去 或连到他公司网站去 就这一张啦 再点一下 这张图其实很大喔 加 这圆图的尺寸是这样 再按右键再来做 另存图片 再存到我们下载去工作之好 日月团的第一张 这边是想告诉你 在 Google下载的时候 你不可以这个 如果下载这张就是小说图而已喔 如果真的要喜欢这张图 应该点进来 再点 就这张 再点进来吧 这张才最大 再点一下吧 原始尺寸很大喔 这样做图就比较好 好来 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 找完要点哪一颗 工具的 这里预设是不限使用 工具的 请你点这里把它改成这个 那这是创用信息的图形类别 谢谢